近期天氣多變 日夜溫差大 忽冷忽熱容易誘發心血管疾病發生 專業醫師也指出 紅蚯蚓酵素對血栓方面 有相關研究及人體實驗 隱基酶就是我們說的紅蚯蚓酵素 而酵素本身是用來做一些分解的部分 像是分解我們的蛋白質的酵素 而隱基酶的紅蚯蚓酵素 它是用來分解纖維蛋白源 它是一種血栓形成的一種蛋白 而血栓在我們身體內會有一些影響 舉例來說它堵到哪裡 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疾病 當我們堵到腦部會產生腦中風 堵塞心臟會產生心血管疾病 堵塞我們的肺部會叫肺酸塞 這對於身體而言都是一些重大的影響 而紅蚯蚓酵素在醫學上面 目前來說有一些研究指出一些結果 像是缺血性的中風 以及我們的心血管疾病的人的心腳痛 以及我們的肺酸塞的部分 或許都有一些正面的幫助 日本大廠研發的新產品 HLP影機梅 透過獨有專利技術 給予好的環境有機養殖蚯蚓 避免重金屬污染 以及低溫高壓萃取法 可提高三倍的酵素活性及濃度 還有日本大廠 GMP認證的嚴格流程控管 更擁有雙專利 品質讓消費者安心 主持人蔡子分享自身經驗 她推薦父親使用HLP影機梅 並讓她的高血壓症狀獲得改善 有一次我跟朋友吃飯嘛 然後呢就聊到說我爸爸有高血壓 那她是開生技公司 她就跟我說 欸蔡子你不知道現在日本有個很紅的 對心血管啊三高很有效的一個成分 叫影機梅嗎 後來我就找到一家 濃度很高 而且又是日本140年的製藥大廠 Walky大廠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 欸很安心 那我真的覺得 這日本百年大廠的這個影機梅很好 那現在疫情的關係又不能出國去日本買 現在在台灣就買得到了 但是你要認這個喔 金色的貼紙我有查過了 只要有這個金色的貼紙 就是原廠授權的 所以吃起來就很安心 醫師建議身體保健要從日常生活 做起做起 睡眠充足 飲食清淡 適時補充保健食品 讓心血管疾病遠離你